位于南投县水里乡上安村安田郡的灌溉用水问题 因安田郡灌溉沟渠是依靠水管将水送至上安村内供农民用水 但因水管容易阻塞且修缮不易 先元宵之前接获陈情后请相关单位前往会刊 我们上安村安田郡灌溉工程 在我们农委会及农田水利会这边的协助下 今天特别又到现场针对灌溉区内的整个饮水 做现场的一个勘察跟了解 我们知道我们安田郡灌溉沟渠 影响到我们上安村沿线将近100多户的农油 他们整个农田还有整个栽种的土地的灌溉使用 校议员指出因灌溉沟渠影响当地居民盛大 在会刊后农委会及水利会目前以口头答应来改善 校议员也希望相关单位紧速改善 因为有关跟市河渠这边因为灌溉沟渠的问题 所以今天特别再邀请我们农委会及农田水利会 对灌溉区内的饮水做比较深入的一个会堪 得到我们农委会这边及我们农田水利会的口头答应 不要让我们的农友们在干旱期等不到水 到洪水局又因为沟渠受到整个泥沙的阻塞 也用不到水源 岸田郡怪该用水问题已存在许久 让当地居民非常的困扰 现元宵之前希望相关单位紧速改善 保障民众权益 记者邱平易水理财防报道